我常常講的就是一個人他刻意去想太多 其實都到最後處理一件事情 都不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緩安輕鬆鬆的去處理 不要經過那麼多思考 那麼多思想 緩安那種處理是最頭到 它是讓一個心流帶著我們走 它是一個更深的層面 生命不是單一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個人的全部潛能 絕對不是在物質層面 可以把它找回來的 它是在更深的層面 快樂也是一樣 快樂不是透過你有成就 完成什麼什麼工作 或是有什麼進修 或得到什麼好消息 這只是外在 是個material world的變化 任何東西 任何事情 它有生也有死 都是短暫的 它不是永恆的 只有在內心 我們才可以找到永恆的部分 一個神聖的部分 這個你我都有啊 只是說我們平常的注意都是擺到外面 所以一個人突然反省或是轉變 把這個注意轉到內心 不是往外在看 往內心在看 全部答案都在眼前 它不是透過Doingness 它是透過Beingness 什麼意思Be Be就是在 這個內心的快樂是最多只是把我們 這個頭腦的時候投射出來的好多念頭 好多境界 好多感受把它稍微挪開 其實我們的Essence就是快樂 那找回來的方法最多也只是接受 接受我眼前所看到的 所體會到的感受的 任何東西我都接受 我接受我現在的狀態 Accept who I am 我現在有好多缺點我可以接受 我現在做不到 我可以接受 這個本身就是個臣服的觀念 只要一個人做 而且就是那麼簡單 Everything is okay 宇宙從來不會犯錯 我輕輕鬆鬆回到瞬間 一個人就快樂起來了 一個人就寧靜 一個人就大的喜樂 大的愛就發出來 他不用去刻意去找愛 我們本來就是愛 我本來是自由的 我非要去期待 達到別人的期待 或要刻意去規劃 我這樣就比較好 比較神聖 比較完整 這是偏知己 這本身又是制約 是conditioning 所以要把這condition打破 一個人才可以自由起來 表面上事情不好 I'm happy 外面在處理很不好的事情 It's okay 我內心我還是快樂 它是無條件 不合理的快樂 就是這種這麼來的 我們這身來是為了醒覺 是單單純純的為了醒覺 而不是為了忙一輩子 到最後一口氣還在抱怨 還在想著未來的這個要怎麼交代 不是在念頭打轉 念頭本來是個工具 念頭變成我們主人了 你看這是多可惜 對不對 我就會看見你 待會見你 跟人家中心 成功 跟人家中心 做 Demokrat 快樂 我們隨和你 做個謀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